做得比我好 说了一口流利中文 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来台出新书 总统赖清德亲自接见表达欢迎 再过几天新政府上任就满一个月 两位贵宾来访 充分展现对台湾的关心以及支持 我要代表台湾人民表达最诚实的谢意 未来新政府会激起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跟美国以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 提升实力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一种的详细的战争现在在乌克兰 是因为决定会比战争比战争 我认为总统黎是一人 一人理解到平和强力的主意 这是一种理解让我们所有人的信心 那台湾能够实际逆决定 从近的国家 两人对话大谈维持区域和平 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招傅昆奇 近日接受外媒日经亚洲专访 却警告赖清德不应挑衅中国 傅昆奇告诉外媒应该和所有国家做朋友 为什么敌视中国 批评赖清德对中国选择用挑衅的态度 也质疑为什么台湾要对抗一个规模 大很多倍的强权 傅昆奇认为目标是让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赖清德不应挑起战争 但这样的话可让立委听不下去 不仅仅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 更严重的是去合理化中共威胁 胁迫台湾的正当性 中国国民党的大党边傅昆奇 到底是哪一国的立委 这简直是匪干的行径 中共的爪牙 无视中国军机军舰频频轻扰台湾 国际轮番呼吁 中国不要改变台海现状的现实 傅昆奇透过外媒发声 要台湾总统不要挑衅中国 恐怕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明时新闻最后报道